主料,面粉1000克,主料,油,盐,鸡蛋3个,花生油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首先将面粉根据人数不同,而挖面粉放入之前准备好的一个大盆子中,然后兑水,放一点花生油,用手和面,弄到它成一团圆形即可,然后就放在一边形面,大概15-20分钟左右。 之后,就用手在揉底下,然后整个将它放在木板上,用手弄扁它,用木棍将它弄平,一直将它弄薄薄的,弄薄之后,就将它先卷蛋卷那样将它卷起来,然后用刀切成一小条一小条,切完之后,将面打开它,这样面条就可以看到长长的一条,最后,将锅中的水煮沸之后,放入锅中即可,烹饪技巧。 感面低时后,尽量将面擀得均匀一点,另外,最后卷面厚切的时候,尽量切小块一点,不然面厚厚的很难煮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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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